男人为了坐一座古代的顺风车 竟然想要拦路解马 却不想马主人直接亮出了兵器 马主人不仅没有帮忙的意思 还骑马追向了小子 害得小子摔了一个狗吃屎 小子看着马主人离去的背影 发誓一定要报复回来 不久之后 马主人来到了云门客栈 令七夜哭笑不得的是 客栈居然是用红砖砌柱而成 你们就说离不离谱 言归正传 马主人的身份并不简单 乃是正德皇帝的妹妹朱金赵 奉命前去唐家宝见唐百川 小子也在半个时辰后 来到了朱金赵所在的云门客栈 为了报复朱金赵策马撞他 小子故意上前交谈 趁机拿走了朱金赵的包袱 又来到客栈门口 支开了看马的殿小二 骑走了朱金赵的座棋 事后小子去见师父邓汉宝 他从朱金赵的包袱里面 找到了一块红色的令牌 邓汉宝一眼认出 这是钦差大臣的令牌 小子准备假扮成钦差大臣 带着邓汉宝混入驿站 盗取驿站里面的真奇异宝 说干就干 两人靠着钦差大臣的令牌 成功骗过了驿站的议程 而好巧不巧 恢复女装的朱金赵 也和手下来到了驿站 小子见到朱金赵只觉得很面熟 并没有认出朱金赵 反而是朱金赵认出了小子 却没有揭穿小子的假身份 显然有着其他的算计 时间来到深夜 小子和邓汉宝开始行动 偷偷摸摸地来到了有人看守的宝库 由于看守的士兵睡得像头死猪 两人轻松地混了进去 可令两人大跌眼镜的事 里面只是一些破旧的生活用品 根本不值几个钱 大失所望的两人回到房间 发现自己的包袱消失不见 都相互怀疑起了对方 突然门外传来了朱金赵的声音 要两人乖乖束手就擒 常常的钦差大臣东西你都敢偷 你是不是想死啊 想死 钦差大臣 我说你是狡猾小偷才对啊 连我的宝马和官服你敢偷 小子这个假离鬼遇见了真理魁 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邓汉宝认为两人目标太大 提出和小子分开逃跑 小子麻溜地离开后 邓汉宝发现了一个仓库 随后三两下打开了铁锁 躲进了仓库里面 而这个仓库正是贡品房 里面的财宝看得邓汉宝眼花缭乱 反端小子则是运气不好 被朱金赵追得上窜吓跳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逃脱了朱金赵的抓捕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贡品房 遇见了正在偷到贡品的邓汉宝 很快朱金赵等人也追了上来 小子连忙关上房门 顶着贼不走空的原则 小子随便拿了一个东西跑路 两人一路奔逃来到一片树林 躲在了低矮的草丛里 诶 郡主 朱金赵带人往前方追去 小子和邓汉宝逃过一劫 两人没有趁机逃走 反而研究起了到手的宝物 发现竟是一个夕阳中 小子没有见过这种稀奇玩意 无意中触动了钟表机关 发出了咕咕叫的声音 小子为了阻止钟表发出声音 干脆一屁股坐了上去 听到声音的朱金赵者返回来 刚好抓住了裤子被卡住的小子 小子大骂邓汉宝不讲义气 朱金赵为了惩治小子 先让官差打了他三十大板 又戏出小子的罪责 偷到钦差大臣的令牌 假扮钦差大臣偷到供体 最大滔天理应问斩 小子闻言立马服软 要替朱金赵做牛做马 朱金赵痛快地答应了小子 真的将小子当做了牛马 用他代替自己的坐骑拉车 可当小子知道此行要去唐家宝 说什么也不愿意去 显然是对唐家宝极其抵触 我哪都可以去 只有唐家宝我不去 我哪都不去 我就要去唐家宝 小子为了不去唐家宝 从怀里拿出偷来的猪钗 轻松打开了钢制的脚链 把腿就跑逃窜了起来 可惜没能逃出多远 就被一个男人点了 学到动弹不得 唐宝主原来是你啊 草民唐百川参见郡主 诶 平身 谢郡主